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乌克兰的东部拍到了国际组织的美国雇员已经开始撤退了 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使馆人员陆续都离开了基辅 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就警告说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先以飞弹攻击乌克兰 美国的公民如果不撤离 那么很有可能会受到搏击 白衣香香行李分装上车 乌克兰东部的盾内刺客 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美国员工 手上大包小包拖也不回地仓促离开办公室 外国使馆人员的避难场正在乌克兰各地上演 各国驻基辅大使馆外开始出现这样的白纸公告 呼吁非必要人员进步撤离 美国甚至连派遣在乌克兰的160名国民警卫队 现在也全面撤退 后来航空在周六抢先宣布停飞乌克兰 现在传出德国汉沙航空由于跟进 乌克兰局势兇急 美国总统拜登也急着想了解状况 根据美国勤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点 很可能落在这个月的16号 三天以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演也会结束 外界推测从16号到18号这三天 将会是乌克兰局势的重要观察期 因为俄罗斯可能随时动手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就说 美国公民再不离开乌克兰 就很有可能被攻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确实乌尔冲突持续在升温当中 TVBS采访到了旅居在乌克兰的台湾人状况 他们大多数都决定要留在当地顶多 会到最西部的城市来避难 不过居住在距离俄罗斯边境 只有40多公里的乌克兰东部城市民众 生活虽然依旧是正常的 但是表示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 那么一定会捍卫家园 乌尔冲突一触激发当地民众 向TVBS秀出以准备好的逃难包 居住在距离俄罗斯边境 仅42公里的乌克兰东部城市卡尔科夫 那里也被视为俄军可能入侵的最前线 为母则强早已学习 怎么用枪械坚持保卫家园 而对于曾亲身经历 2014年乌尔战争的人来说 再度勾起梦魇 逃到首都基付嫁给在乌克兰 从事旅游业跟婚姻仲介的台湾人洪先生 虽然当时没有紧张氛围 但两人已打完好行李 准备撤离到乌克兰最西部城市利维夫 但两个月前不是没想过回台 总不能抛下太太 期盼外交部能放宽 让这些人到其他国家领事馆面试 外交部时也呼吁绿屋台人撤离 但不是说想走就能走 另一头人在台湾卖水饺的乌克兰人 心细家乡 但指数若发生战争是东部收当其冲 家人在其他地方倒是真的不紧张 我在台湾看美国的新闻 好像台湾人比我的国家人紧张很多 对俄罗斯威胁 乌克兰人早已习以为常 但局势升温各国加紧关注 TVB新闻陈建民谈一轮理 做何流听提应台报道 中共一架飞机日前是逼近了马祖东引导 现在传出当下我军事没有立即反应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在航机在雷达上头忽鸣忽灭 所以战管人员就误认说是杂波 就手动把它删除了 没有标示为侵犯防空威胁的红点 因此就没有下达了三分钟的接战命令 先前对岸不明飞机抵近我东引领空 对岸不客气狂酸 我军没反应 现在传出其实当下雷达有讯号 但光点忽鸣忽灭 被战管人员误认为杂波手动删除 财煤被标示为具有侵犯防空威胁的红点 因此工作部没下命令启动战备 所以岛上的防空连 才没依规定下达三分钟接战 防空雷达也就没有追瞄 你来你没有警告人家 所以你也不可能说我发现了我就把你打下来 这个警告的机制 国防部内部自己要去做检讨 是因为轨机把它消除了没看到呢 还是认为它不具威胁 就是这画面震惊国防部上上下下 外界也很好奇国军怎么没反应 其实东引防区有三种雷达可用 空军的制空雷达 天空阵地的长白雷达 陆军防空连的P-STAR雷达等等 但似乎就是认为不具威胁 所以第一时间没感觉 你把轨机统计出来 我就对外公布 对外公布完了以后 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 那块地方是我的 未来你要再进来 我警告如果你不走的话 我就把你挤落 对此是否真为战管雾山资讯 国防部不承认也没否认 但对岸飞机抵尽是事实 国防部似乎都该清楚表明态度 以免被对岸当塑胶 毕竟台海安危各国关注 美日韩外长会议 睽違五年再次发布联合声明 首度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 抗衡北京持续扩张 接着是疫情的消息了 新北领口有一家群聚 其中两个小孩分别就读 国中跟国小 两所学校也都是预防性停课14天 不过一大早还是有家长到小学的门口 要帮小朋友拿课本 而市长侯友宜就表示说 包含学生去的补习班 在里头79位的师生 裁检都是阴性 新北市是没有新增确诊 校门口没有大批学童 只有零星家长 新北市一所国中跟国小学生确诊 全校停课14天 家长一早到学校帮小孩拿课本 好能在家线上学习 现在就是会不会担心 也是会 应该还好 因为不同班 家里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带 就我 家长们多不担心 但学校突然预防性停课14天到25号 有些家长无法照顾小孩 得送到学校 由校方分流照顾 除了学校师生 包含补习班 79位师生 裁检都是阴性 市府那边有提供快塞试剂吗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安排 今天下午开始 让家长来领取 孩子的足迹 因为也都在教室里 他除了上厕所 在教室 也没有去其他的地方 新北市今天在疫情到新的为止 没有新增的个案出现 虽然新北市目前没再新增确诊 但也衍生几条传播链 包含林口家庭群聚 是跟高雄沙市场相关 细致可不可收成红茶员工 板桥家庭群聚 跟树林家联益电子厂移工群聚 则属于淘机相关定序 新店的室内设计师 也是不明感染源 不会是因为传播内离清楚 我们就觉得疫情是定的 我们还是做好一切 因为在春节过 到2月28号这个期间里面 我们都要密切的观察 整个疫情的变化 2月底前都是观察期 尽管新北疫情还算稳定 侯友仪依旧谨慎 步步为营 TVBS新闻 陈旭李平新北市报道 还有北市的成功高中 最新决议 他们这一学期开始 不会强制早自习 招会升旗也都废除了 未来学生呢 只要在第一节课之前 到校就可以了 让不少的学生表示赞同 认为呢 多半小时的睡眠更有精神 不过外界也热议 这个上课时间 会不会延后到九点半啊 其实大多的学生 觉得不太妥当 因为下课时间也要延后 家长则是担心 学生会比较懒散 没看错吧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了 早餐店里还是有 大批成功高中学生 在买早餐 难道不在乎迟到了吗 原来是校方最新政策 取消强制早自习 废除朝会升旗 未来早自习出缺情 不列入成绩 同学们第一节课 也就是八点十分 再到校即可 我们会比较有充裕的时间 像我自己是七号三下 我们就可能不用拥走 其实我们会买期 我们就是到这种天气 会当自己上课时 很多人在玩手机 然后认真的会读书 然后其他可能很累 在睡觉 不过取消强制早自习 建中北一女 新竹高中 南湖高中等早就执行 而福联盟去年也统计 台湾国高中生 平均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入睡 早上六点十二分起床 平均睡眠时间六点九小时 高中生又比国中生少睡一小时 在上课前到校就可以了 这过程当中 如果有任何的延误 或者是突发的状况 心情上不至于太紧张 越来越多高中跟进 不强制早自习 国中可能吗 教育局说明 需要经过师生充分沟通 也符合非学习结束予以尊重 另外国高中生 延后到九点半上课议题 也讨论热烈 可是这样晚点出门等于 会晚点下课 会晚点下课 但还是早点出门 我识到好了 不少学生持反对看法 因为放学时间也延后 可能从原本的四点十分 下课变成六点 不过根据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调查百分之八十八赞成 反对意见则是家长大多担心 学生懒散 或是课后补习时间拖长 影响就寝时间 教育部则回应 已经接收到各方意见 正在会诊当中 未来学生们还是有机会 睡到九点半再上学 听别的新闻 高盛航张智华张卉贤 S2小组台报道 香港今天预计新增 1530例的确诊 而近期每天的确诊人数当中 有超过一成是小孩子 就是幼童 上周六又有一名三岁的女童 到院之后她病情恶化 转院之后情况依旧不太乐观 港府现在决定要开放 三岁以上的幼儿 来接种科兴疫苗 继2月11号 香港一名四岁男童 确诊死亡后 又有一名三岁的女童 确诊病危引发家长的焦虑 在专家的催促下 港府已经批准 开放三岁以下的儿童 接种科兴疫苗 5到11岁的儿童 开放接种BNT 政府不要再等那些学校开放 或者幼儿童开放 现在就要和学校 这样商务 有这个外检服务 只要每一间学校 在幼儿童 50个100个肯打 就送外检队去多度打 目前香港累计 8300例的确诊 其中女性多于男性患者 年龄从一个月 到104岁都有 其中55%都是突破性感染 而4%的确诊者 为4岁以下的幼童 几乎每天新增的个案中 超过一成是孩童 多数被家人感染 主要原因是 幼儿没有接种疫苗 加上过去2到3年 没有接触人类的冠状病毒 因此缺少免疫力 香港专家表示 幼童受感染后的病症 较成年人多且复杂 包括活药程度降低 呼吸急促 手脚冰冷 呕吐等都属于危险征兆 而香港儿童病房趋近饱和 专家认为 港府要有全盘的策略 如果儿童居家治疗 需要有医护 每天了解病童的情况 方便一旦恶化 立即送医的机制 TVB新闻 谢谢希 陈向如综合报道 开放边境和病毒来共存 已经是全球共设了吗 亚洲几个国家 包括了印度 菲律宾都陆续宣布 只要旅客提供了 完整接种疫苗 证明那么就能够入境免隔离 就连周日通报了 七万七千多例确诊的日本 现在都可能在三月份之后就松绑 单日入境的人数 将会从容现行的 三千五百人提升到五千人 日本放弃对抗 变异病毒Omicron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来到东京羽田机场视察 边境的管制状况 而且放出消息 最快将从三月开始 放宽入境管制 日本媒体报导 岸田政府可能将每天 入境人数上限 从现行的三千五百人 提高到五千人 另外也考虑将入境隔离期 从七天缩短到三天 不过日本在周日 还是通报七万七千多人催诊 而且单日死亡 也连续七天破百 可见疫情还没回稳 类似的状况 也出现在印度和菲律宾 根据印度的新规定 只要提供阴性报告或疫苗接种证明 入境后只要自主健康管理就好 至于同样在上周四开放边境 迎接外国游客的菲律宾 也是只要提供完整 接种疫苗证明就能免隔离 只是专家警告 新冠病毒还没完全消失 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新变种 现在恢复正常生活似乎还是太早的点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而北京昨天这样下了一场大雪 影响到冬奥的赛事 因为这个泼面的障碍 运动员会跳得比较高一点 这样雪会对他们的落地 以及视线造成影响 甚至危及到运动员的安全 因此冬奥赛会决定把这个比赛延后 这阶线还蛮有厚度的 天方旁边这河面上不仅有结冰之外 也覆盖一层矮矮白雪 就是因为北京在13号下场大雪 而当下伴随的是能见度低跟大风 还有降温 所以造成冬奥的部分赛事跟试炼 必须取消跟延期 大陆北方降下大雪 包括冬奥场地 大雪中工作人员仿佛被加了一层滤镜 只见大家的毛帽和眉毛都结冰结霜了 有些赛事在能见度超低的大雪中如期举行 部分赛事则被迫暂停 因为能见度低会影响选手和裁判的视线 云女滑雪公园区域降下 中道大雪 新增积雪深度发到15厘米 就算积雪能够及时清除 更加关键的一点在于 赛场部分时段能见度 仅有200米左右 美中会喜而 古爱玲参加的自由式滑雪泼面 障碍技巧女子组的预赛 也因为大雪延后 选手在高速滑行中还要完成道具区和跳台区的动作 在这样的能见度之下将会产生极大的风险 另外我想提的一点是 比赛的推迟对于中国选手古爱玲而言 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它除了波胀之外 接下来还会有优势的比赛 本来可能就是六天四赛 推迟后赛程会变得更加的紧凑 降雪或使赛道表面松软摩擦力加大 不利于选手发挥 加上高硬度的冰撞雪 才是赛事用雪的标准 它跟日常降下的天然雪不同 根据国际雪联的规定 降雪以后 竞赛的场馆需要清理自然雪 保证赛道的雪脂 而预计这一波的降雪还会持续 TVB新闻朱光宏陈韵文背景报道 有在台北开车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 这个停车位是非常难找的 为了要解决停车阁九站的问题 现在台北市府打算要调涨热区停车费率 从原本最高的费率60块钱调涨到150元 而议员就痛批了 疫情期间要大家减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结果现在又要调涨停车费 根本是趁火打劫 碰上了下雨天 如果又遇上了假日 在信义区的百货公司附近 都会出现交通优散的情形 为了解决停车周转率的问题 台北市政府考虑要来调涨停车费 跟着我们的镜头往停车场里面走 周一上班日的上午 车子停得满满满 不难想见要是周末遇上周年庆 一味难求的情况有多严重 因此台北市政府打算修改 台北市的停车收费费率 从原本最高费率的60元 调高到80 100 120 最高150元的四种费率 其中信义商圈周边公有停车场 以及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 还有西门俄梅立体停车场 都是调涨的热点 其他停车阁会随着节庆跟交通状况调整 换句话说全年都有不同的地方调涨 我们都知道这两年因为疫情的时好时坏 很多市民朋友就比较不敢搭乘捷运或公车 而改回自己的机车或汽车 柯文哲市长居然趁火打劫 明月是起 网友骂声连连 甚至要求柯文哲下台 蓝绿议员骂声一片 甚至质疑公有停车场带头涨价 难道不怕带动周边私人停车场 也跟着喊涨 我们之后就算有检讨调整的情况的话 其实也不太会影响到周边的费率 因为周边的费率都已经比公有停车场来得高 实际到信义商圈周边看一看 百货公司的停车场每个小时都需百元起跳 停管处强调调涨失踩渐进费率 第一小时维持60元 第二小时80 第三小时破败 停月酒月贵 要让民众不要停太久 提升停车格的纠转使用率 其实每个小时最高150元的消息传出来 也让不少开车组倒抽一口气 TVB的新闻的立宠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人生回来来到是我们全球第一线现场 现场邀请到是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 还有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老师 老师午安 午安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请问老师了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 俄罗斯的一个状况 美国总统拜登周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来紧急通话 不过这一通电话 并没有对这个急剧恶化的乌克兰危机 带来一些改变 而这个今天拜登又和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通了电话 泽伦斯基邀请拜登来访问乌克兰 结果也没有得到白宫正面回应 现在传出俄罗斯很有可能是六号要攻击 那教授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俄乌战火爆发之后 对拜登来说是否是外交政策上头的一大挫败呢 请教老师 对这个乌克兰危机从去年到现在 的确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烫手山鱼 因为这一次拜登跟普丁的对话 其实提早两天 因为情势看起来是比较紧张 而且根据媒体的一个转述 拜登在跟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 通话的时候有透露说他们判定 俄罗斯入侵的时间点可能是在2月16号 而且美国的官员在之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说也不排除在北京冬奥闭幕式之前 可能俄罗斯就会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目前来看一方面是俄罗斯的军事动作还是很大 他基本上还是采取一个所谓的这种战争 这种濒临战争的模式 或是一种很严峻的压力的测试 那就在此时此刻 那我们也知道说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在白俄罗斯的境内举行 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军演 那俄罗斯带派遣的兵力大概有3万人 而且这军力的部署跟演习的地点 距离乌克兰边境也就是几十公里 距离基辅也就是200多公里 那在南方在克里米亚半岛 也有类似的俄罗斯所举行的一个海上的军演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俄罗斯给予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那即便像有美俄之间的直接的通话沟通 还有包括西方国家领导者 法国 德国 英国 这一阵子也是马不停蹄 有很多的一些外交上的斡旋 但是老实说并没有人能够说得准 到底这场战争会不会开打 还是目前仅此于此 但是对俄罗斯而言 只要它的一个安全上的关切 就是北约接纳乌克兰 这个事情没有 这个疑虑没有办法排除的话 类似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压力 跟剑拔弩杖态势 应该还是会持续进行 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任何个时机点 都非常关键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到底最后乌克兰的情势是如何去化解 但是重点是假设一旦战争开打 目前而言 这种俄罗斯的这种高强度的张力 这样的一个威胁反而马上就会失去 因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 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 所谓的外交跟经济上的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紧张一点 白宫就警告俄罗斯 为了要报复美国 这个可能会阻断半导体关键原料出口 因此白宫目前就正在几乎说 这个晶片业者赶快来采取供应链 多样化备案 把这个冲击降到最低 那也要请教老师了 半导体我们知道现在等于说是战略物资 又是台湾强项 我们该如何来运用这样的一个情势呢 对因为根据最近的形势 的确很有可能 因为假设真正战争开打的话 那美国跟西方一定会持续 或加大从2014年之后 这个克林亚危机之后的一个 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力道 它的深度跟广度 那可想而知 俄罗斯可能也会被与西方国家进行反制裁 那目前对俄罗斯而言 他手上的两个法宝 一个是能源 天然气跟石油 因为它是一个欧盟国家最大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 那另一个来源就是半导体制造相关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气体跟重要的一些材料 那目前来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对部分的这些 这个材料跟气体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也可能形成是俄罗斯一个反制西方制裁的一个手段 反制的手段 所以我们看到白宫也在向业者呼吁 美国的半导体业者呼吁说 必须去多元化它的一个来源 包括它的一个关键材料的取得 甚至是说备料 那对台湾而言 可能对亚洲而言 可能这个影响并不那么的直接 并不那么的深 但是我们面临的冲击的程度 或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寻求一些利器 值得我们在下一阶段必须去做 很仔细的规划或是评估 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 假设这个情势是持续的增温 并没有办法缓解 而且最后很不幸 这个乌克兰战争是打响 当然除了老师 但我们看到乌克兰的状况之外 美国其实当然也是很忌惮 大陆在印太地区发展势力的一个威胁 所以周六他们公布了印太战略报告 这是拜登政府第一份的印太战略报告了 在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外长 也在夏威夷举行了会谈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他们强调说台海稳定重要性 所以我们来看这样子一连串动作 老师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呢 对我们看到即便是目前乌克兰的情势 看起来是非常的紧张 这个这个劲把弩张的 但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去先去澳洲 三家这个美日印澳 跨四方合作的部长级的会议 那接下来在夏威夷 美国日本跟南韩举行了 所谓的三边的外长的会谈 那在这两个重要的场合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传递出来的就是 美国会是印太地区 还是他在这个整体的对外战略上 最重中之重的地方 那里面所不言而喻的一个防范的对象 还是因应这个中国大陆的崛起 对美国还有美国所认定的这个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 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挑战 那同一直同时刚好白宫也这个公布了所谓的 拜登政府从去年1月20号上任之后 所发布的第一份印太战略报告 那印太战略报告里面 其实虽然它的篇幅并不多 但是里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行动方案 它基本上是勾勒 未来的12个月到24个月 就未来一两年之内 美国主要的10个行动的一个方针 跟主要的任务 那简单来说 这里面基本上还是 美国希望在这地区里面能够得到多助 拉拢盟友跟伙伴 所以它里面非常强调 包括像是东协 包括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Quad 包括是美日韩的一个机制 包括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里面 这个盟国的体系 去因应它 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台海议题 但是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台海议题 基本上还是不脱于美国一贯的立场 所以最重要的意思是 即便是乌克兰的情势非常的危急 但是对美国而言 印太地区里面 可能是美国在整体对外战略里面的 重中之重 跟所要之物 那美国希望能够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法 外交的手段 还有藉由重大文件的公布 去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视程度 那说到了区域的和平 要请教老师的事 我们看到其实国军这两天 好像螺丝有点松掉 空军在升空区里 侵扰共击的时候都会广播 然后现在竟然 这个广播好像失灵了 夏德国防部赶快发声明说 没有共机入侵到东沙领空 另外在东影的部分 大陆民航机升空就一次进入到 雷达盲区 结果讯息又被战管人员以为杂讯就给他删掉了 老师我们看到这样 共机一步一步轻扰 结果国军又是这样的反应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高警觉 还是应该有哪一些对策呢 请教老师 当然是应该要持续的提高警觉 因为针对2月12号 疑似共机是侵入我们东沙的这个领空的事件 我想有几点 第一个是东沙是属于我们的领土 中华美国领土 但是东沙并没有划涉防空识别区 也不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之内 但是东沙的位置非常接近 我们新南防空识别区 非常接近东沙 那我们东沙的一个领空的定义 基本上还是比较本岛 是所谓的12里的一个领空 那目前来说 根据一个官方政府的说法是 这次可能是口误了 就是说我们战管人员在广播的时候 把你已经接近我们的领空 说成是你已经进入我们的领空 因为当天根据公开的资讯 有运8反潜机 歼11歼16 去进入我们的新南的防空识别区 所以最有可能 就是最接近我们东沙空域的是歼16的战机 所以在未来可能我们在广播使用的 这种趋敌的用词 应该要更精准 避免造成一个误导 或是避免造成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诠释 那我们也知道 从大概从一年多前 国防部开始常态化的一些公布 我们在新南防空识别区 里面的一些军事的动态 那也提供一些很及时的资讯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基本上是因为近年来 共济的确是轻障防空识别区的频率 比过去更高 所以也压缩了我们的一个 缓冲的空间 预警的空间 也增加我们的战备的压力 但不管如何 根据这些经验跟教训 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谨慎应对 那政府做好 政府必须得做好的事情 这是我们最 一般国民最关切的地方 美中我们看得出来 持续在拉锯 但是呢 大陆这一块市场大饼 依旧非常吸引人 所以根据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 英国手上强森呢 就在计划说要重启 已经搁置很多年的对华经贸会议 希望和中国形成一个更紧密的经贸关系 同时英国国际贸易部呢 也在准备和大陆展开 2018年以来首次高层部长级对话 那就要请教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强森 他最近民调非常的危急 他一连串的动作 那老师您怎么看呢 是不是他想挽救一下 还是有什么样的背后的目的 因为强森有根据媒体的报道 强森的确可能在今年会重启 已经中断四年的 这个英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高层的经济跟贸易的对话 这是非常特殊一个政治的讯号 那其实强森在去年也讲过 就是说 他并不是所谓的中国恐惧者 他也欢迎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投资 并不会去拒绝他 但是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从2018-19年之后 中国大陆跟英国因为一些议题 尤其是政治的议题 不管是香港 不管是新疆 或是人权 或是英国禁用 中国大陆的5G的设备 两国的关系 其实是有下滑的一个迹象 但是目前来说 对于强森政府而言 其实摆在眼前的是 他还是非常养重 或是依赖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关系 尤其是在脱欧之后 这样的倾向其实是不仅反增 所以很明确的一个迹象是 可能英国是希望能够在政治上 即便是英国大陆跟中国之间 有一些政治的分歧 但是在经贸上 在投资利益上 其实英国希望能够持续去 加深彼此的关系 所以在两者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 合理的平衡点 目前就是一个英国政府所考量的重点 但这些举措跟举动 已经预料会有一些党内的反弹 来自保守党的内部 国会的议员 党内的同僚 可能对于强森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决策 决定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目前看起来 这可能是未来一年里面 至少在短期的未来里面 可能会去实现的事情 就是重启一些 因为过去几年 在政治冲突上 政治摩杀上所被搁置的 暂时冲断的一些 中国大陆跟英国之间的贸易的对话 可能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 对于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来说 好 确实如老师所说的 政治经济恐怕非常难以脱钩 未来这些大国该如何 继续角力如何来发展 当然是要持续来掌握到的 感谢老师今天替我们的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接着要带您看到 去年东京举办了奥运会 以及帕运 就特别增设了很多无障碍设施 许多民众才发现 原来生障人士出门 在外的需求非常多 必须要靠这个轮椅 才能够行动的支田油离子 它就是因为有切身之苦 所以打造出了 生障人士专用的地图APP 标示清楚的无障碍设施资讯 它甚至还来到台湾考察过 要让使用轮椅的民众 也能够透过这个APP 轻松的在不同的城市进行旅行 不是一般的旅游介绍影片 重点都放在无障碍设施的使用状况 影片竹角枝田油离子一趟台湾行 到处爬爬 亲身体验不同城市 对生障人士的友善程度 因为罕见的远端肌肉并变 知田的行动都得靠轮椅 深刻感受到身障人士的不变 不只是拍摄影片 让更多有同样困扰的网友能够参考 甚至透过众筹设计出一款地图APP 除了提供各地的无障碍空间指示 还能让坐轮椅的民众 能够透过APP互动拓展交友圈 透过跟广大网友交流 彼此分享心得 APP的资讯也越来越丰富 帮助更多生障网友 能够自在地在不同区域穿梭 尤其为了举办2020东京奥运 还有帕运 当局大幅增加了无障碍设施 还找来指点游离子亲自测评 就连参加帕运的独牌选手 对身边的改变也很有感 但征战过世界各地的轮椅赶篮球队教练 认为对身障人士的友善程度 不应该只是表现在这些硬体设施上 不论是帕运赛事还是地图APP 都是在创造更多元的环境 要给予身障人士更自由的空间 也让一般民众能更了解他们的需求 不只是要拆除建筑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心当中的隔阂消散 TVN新闻综合报答 接着带您看到又有一出 以僵尸为题材的韩剧上映了 僵尸校园已经登上了 Netflix的全球非英语片类的影集冠军 成为了由于游戏之后最夯的追剧焦点 而南韩政府就看到了这一波韩流热潮 计划要推出韩流签证 未来只要到南韩境内的舞蹈学院 等等私人教育机构来注册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韩流签证短期之流 要鼓励更多的外国的民众来到韩国来学习 发扬着韩流的强调 我们就来看一下TVBS在南韩的新闻合作伙伴 韩联社的报道 좀비 바이러스가 번지는 학교 고립되 부주를 기다리는 학생들은 살아남기 위한 사투를 벌입니다 近有余游戏之后 由于出战 넷플릭스横扫全球的韩剧 江石校园 부산행과 킹덤을 잇는 전형적인 좀비 서사지만 배경은 학교 주인공은 고등학생으로 설정해 신선함을 더했습니다 江石校园改编自同名网路漫画 剧型着重 校园霸凌 高中生未婚怀孕等情节 反映现实 同时也呼应 新冠疫情大流行 江石们的动作场面 经过精密设计 让透过手机平板追剧的观众超有临场感 江石校园也引起外媒关注 英国卫报评论 南韩是僵尸作品创作的最强者 美国娱乐雜誌 综艺则说 僵尸校园像由于游戏一样 大量利用噩梦般的背景 产生令人晕眩的效果 在寒流带动下 南韩政府也端出新政策 K-POP과 K-Drama K-Beauty까지 한류文化는 어느 때보다 큰 관심을 받고 있습니다 세계에 이를 더 널리 알리기 위해 정부가 올해 새로운 비자를 만들기로 했습니다 文化 유학생들을 위한 이른바 한류 비자입니다 过去海外人士想留在南韩 必须取得学生签证 或是就业签证 未来只要到舞蹈学院等 私人教育机构注册 一样能得到韩流签证 听到这个好消息 海外韩流粉丝越越欲试 특히 중국 매체들은 개방적이고 포용적인 이민 정책이라며 앞다퉈 한류 비자를 소개했고 현지 포털사이트에는 관련 내용이 하루 만에 300만 건 이상 검색되기도 했습니다 相较于海外粉丝的热烈回响 南韩国内的反应 大相禁庭 南韩国片 却因疫情面临困境 今年春节假期 推出了两部韩片 成绩都不尽理想 还有更多电影上映 遥遥无奇 코로나로 개봉하지 못한 이른바 창고 영화들은 다수인데 제작비 250억 원이 들어간 비상선언은 지난해 칸 영화제에 초대된 이후 아직까지 개봉하지 못했고 윤재균 감독의 뮤지컬 영화 영웅은 2년째 개봉이 연기됐습니다 남韩国片 不是依靠出口 而是依赖国内市场 大成本制作的电影 必须从电影院 回收巨额制作费 从片商立场来看 不能轻易上映 电影院将少次空缺 留给好莱坞大片 和重新上映的外国电影 小成本的韩片 也抢不到机会 使得韩片整体陷入困境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我们看到 现代人离婚率居高不下 但是往往影响最大的 就是双方养育的 未成年女子 而这个专家就表示 在国外有一些国家 规定说离婚 你就必须要提出 完善的子女照顾计划 经过审核完毕之后 才能够离婚 要确保孩子的照护 但是在台湾 却没有相关的配套 也让不少的孩子 在父母离婚之后 面临了极大的生活冲击 弹的钢琴演奏歌曲 六岁小男童 在父母陪伴之下 快乐长大 在幼儿成长期 大人一举一动 都有着隐性的长远影响 就算只是小小争吵 孩子都能感受到爸妈情绪 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提娜相当有感 千万不要小看大人的一些 小举动 往往孩子都在旁边观看学习 不论是争吵还是玩笑 有时候都会让小朋友心中 留下很深的印象 很容易去表达出来 他自己的情绪 包括有时候我们对他 可能我们心情不好 我们可能都会对他态度 比较不好 他也很容易会感觉得到 所以我们大人的相处 他小朋友其实也会很明显的 他们会感受得到 在现在的社会 离婚率越来越高 一个家庭的分开 父母的小孩子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要分开的生活 对于子女的成长 还有心理因素 也是会一个重要的考验 现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 根据内政部护证资料显示 2021年全国离婚对数 高达47,887对 离婚率为千分之2.04 尤其是五年内就离婚的 比例越来越高 以最高的2019年为例 结婚未满五年者 共有18,000多对 占整体离婚率的34.6%最多 相较于十年前的27.6% 创下了近十年新高 而福联盟表示 父母离婚 孩子可能被迫转换生活居住地 对孩子的心理影响 有着极大冲击 是两院协议离婚这一块 其实没有人去把关是说 父母你们今天协议离婚 你们的内容 是不是有把孩子的一个 最佳利益考量进去 包括是说离了婚 那孩子怎么照顾 那没有同住的那一方 要怎么跟孩子保持关系 离越国儿童权力公约明定 离越国应该尊重父母一方 或者是分离的儿童与父母 固定保持私人关系 还有直接联系权利 政府必须要保障 儿童在父母离婚之后 不管跟谁住 都能跟父母双方见面 但台湾只有在 民法第1055条之五 友善父母条款中明定 假如有一方不愿意给予另一方 探视孩子的机会 就可以竖请法院 裁定改监护权 所以他依法也要给 那个另外有顾小孩的 那一边就是抚养费用 那这个抚养费用 跟这个外面交往 其实常常会造成很多的纠纷 那实际上其实也 什么情况都有发生过 也有发生过像 给了抚养费 可是另外一边去拿了钱 然后不给对方看小孩 亲子专家跟俄福利盟表示 香港新加坡都规定 父母离婚时 都要拟定子女照顾计划 包含他们的居住 就学经济协助等相关事项 另外在澳洲 父母入要离婚 则是必须要通过政府 民间团体或法院协助 要有亲子照顾计划 父母分开之后 孩子能得到完善照顾 但在台湾 却完全没有任何规范 他们就会要求的是说 父母你今天要离婚 我可能不去过问 你们离婚的一个缘由 谁对谁错谁该负责 这一块也许我们 没有那么在意 就是在欧美他们是这样 但是呢 只要你们有所谓的未成年子女 你们要提交一份 所谓的子女照顾计划 情感生变 离婚是种选择 但孩子何其无辜 如何让孩子在分开之后 重新适应新的家庭生活 父母亲任何一方 责物旁贷 TV新闻 颜瑞胜来一名 台北桃园采访报导 回来带您看到 李莱药厂针对了 Omicron的变异株的新抗体药物 已经取得了美国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李莱药厂呢 这款针对了新冠 轻到中重症的这个患者药物呢 除了对这个Omicron有效之外 还可以来对抗新出现的 Omicron变异株BA2 而拜登政府呢 在取得了授权之前 已经购买了60万份 根据合约 美国政府呢 在这个月就能够获得 首批大约30万份的新药机 再来看到美式足球超级杯 洛杉矶公洋 最后是以23比20险胜 欣欣纳提孟扎拉虎 拿下了魁维尔三年的冠军 而今年的超级杯 吸引10万的观众进场 洛杉矶的官员呢 就非常担心 球赛会变成超级传播杯 洛杉矶搜发体育馆外 排起长城的队伍 尽管这浪来袭 却挡不住球迷的热情 洛杉矶公洋 洛杉矶官方要求观众 有阴性筛检证明 才能进场 而且进入球场后 必须戴上口罩 As Omicron swept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FL says it saw average cases jump from below 30 a week to more than 300 不过NFL表示 选手的疫苗接种率 高达95% 教练和工作人员 则是接近百分之百 他们也针对有症状者 加强病毒检测 NFL首席医疗官认为 这样更有效率 只是Omicron也能无症状传播 这么做也被质疑 这日超级杯开幕前 球语馆外还有 另一批示威人马 NFL医疗官坦言 Omicron病毒就像一团物 一下子覆盖范围内所有人 联盟也开始研究 自然免疫的效用 美国人也许能从中学习 TVBS新闻综合报导